英国杜透社17号报道 据知情人士消息 川普政府已经通知英特尔等数家中国华为公司的供应商 正在撤销向华为供货的若干许可证 而且打算拒绝其他数十份的供货许可申请 根据杜透社看到的一份记录相关行动的电子邮件显示 美国半导体协会15号指出 美国商务部已经宣布 有意拒绝为数众多向华为供货的许可证申请 并撤销至少一份先前核发的许可证 匿名的知情人士透露 被撤销的许可证不止一份 另外知情人士还透露 在川普政府对华为寄出这项撤销许可之前 约有价值1200亿美元 大约3.5兆新台币 150项的商品与技术正在等待许可证 可能都将遭到搁置 截至目前 美国商务部半导体行业协会以及英特尔公司 都还没有对这项报道发表评论 新唐瑶电视张瑞珍整理报道